各位錶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豬仔 現在是下午5點多 有些錶迷應該都準備下班 鏡頭前面這隻厲害 很厲害 很久之前我買過 但好像沒有拍片 這次應該是第一次拍片介紹這隻錶 這隻錶是F7的東方星 這隻ORANCE STAR還要是mechanical wound face 再加上了珍珠背霧面 這錶真是很帥 神物真是非常漂亮 你看到這個鏡頭做了一個背霧面的錶盤 再加上了一塊玻璃 是一個高清AR塗層的藍寶石玻璃錶面 透過這塊玻璃的穿透可以看到 這個鏡頭的背殼紋路 再加上了很漂亮的 拉絲打磨造工的特製紙釘 這隻錶非常漂亮 白底襯藍針 本身就是perfect match的顏色 這次還採用了這個背殼的錶面 更加漂亮更加有質感 拉絲不受降的紙釘 鋪製在背殼面的錶面上 細枝造工度很高 12點位置 我們看到0-50的動力儲能顯示 再加上3點位置 再加上一個月上圖 這個不是Sun and Moon 是Moon Phase 月上圖 有個月上圖 考考一下大家 有些新的錶就不知道了 月上圖 知不知道是多久循環一次 29點5日循環一次 月上圖 接著9點位置就是Open Heart 你看到一個比較小的Open Heart 透過Open Heart的位置 看到琴重系統 看到機件 很漂亮 在哪裏造工 F7的打磨 再比F6的東方星更勝一籌 追求極致感 很漂亮 白面襯藍針 先看看夜光 時分針應該有夜光 其餘應該沒有做夜光 通常我發覺高階 扮明鏢 或者高階的瑞士品牌 高階的瑞士品牌 通常那些錶都不喜歡做夜光 不知道為什麼 有沒有人知道 我也不知道 因為除了 他要做工藝 拉斯膽我做工藝 給別人看到之外 其實他可以前面加回 或後面加回夜光的點 好 先看看夜光 時分針有夜光 其餘部分就沒有做夜光 那麼這隻這麼漂亮的 F7的東方星 一定是日本製造 寫著了Japan F7M6的機心 新的標迷未必知道 F7M63的機心是什麼機心 首先它是東方自家製的機心 另外就是這個F7的機心 就是一個動力儲能50小時的機心 21,600的震頻 日午差值就是正15-5 做到正15-5 時間非常準確 正15-5 一般做出來都是幾秒鐘 十秒鐘內的午差 也有停秒功能 也有手上髮條 好了 這隻錶 全隻錶都用了316L的不鏽鋼殼 你看到它 遠玻璃邊的位置 都是做了不鏽鋼光身的錶圈 錶腳位置都做得很漂亮 你看到它拉絲 然後選了一行光身 再延伸的側邊部分都做了拉絲 質感很漂亮 而且你看一下腳位 這裡做了一個光身 拉絲選拋鋼 選拉絲 錶觀位置放在3點鐘 做了ORANCE STAR的LOGO 有一個OS的LOGO 呼應3點位置的LOGO 做了一個拉推罐 好了 整隻錶非常有質感 這裡有一個暗掣 你看到它 這是一個月上的暗掣 其實用這支撞針 它附送一支撞針 就是調整月上的 在這裡按按按 這個月上 那塊玻璃 你看到它有做了一些 補充 有些幻彩色的補充 做了AR塗層的藍寶石玻璃錶面 所以特別清澈 完全好像沒有倉玻璃一樣 真的 我看實物的時候很漂亮 很漂亮 那我拿起錶觀 拿起錶觀 搖一下它 當然沒有去位 這些高階的手錶 通常裝工都很好 我們向下轉動 那個鬆緊很適宜 我覺得 又不算太鬆又不算太緊 手錶 那調到六七點多鐘這些位置 我們按回去 半格調那個日力槍 半格我們試一下 向上轉動 調進來 那調的時候 都很大聲的 一格一格條 都蠻好受感的 看到那支支針 六點位置的支針 對了 好了 調完之後按回去 用剛才這個副送的 撞針 我們調個月上 可以看看 看著六點多鐘 星星的位置 一直在轉動 其實二十九點五日 它就會循環一次 用這個撞針 就不會睹花的錶 另外 它上面十二點位置 就是一個動力儲能顯示槍 那我們一路上發條的時候 大概上到 大概上到 十幾下左右 其實已經25小時 動力儲能 那個敏感度相當之高 跟F6一樣 都是這麼高 就是那個動力儲能的敏感度 那錶帶方面 也都做了一條紮實的 不鏽鋼錶帶 三行拉絲 鑒了兩行光身 都很紮實 整條錶帶都 很好手感 好了 看看錶扣位置 錶扣 就做了一個摺疊式的保鏡錶扣 上面也有一個 ORANCE STAR的LOGO 做了LASER 按鍵打開 他做了拉絲花紋 不秀鋼球 的橋位 厚身的 好了 看看錶底 錶底 我看看哪個位置 寫著MIJ 好了 十二點為止的方向 寫著 MADE IN JAPAN 看到嗎 MADE IN JAPAN 這隻錶 也寫著F7的機芯 Epson自家的機芯 藍寶石的玻璃錶面 寫著了 Stainless steel 10個bar的防水 F7的機芯 看下去 就是 拉絲膽磨造工的鑼位 透過透視窗 看得到 打那個工藝 比F6更加有層次感 更加立體 你看到鑼做了日內眼紋 上面隔板做了娛樂文的打磨 整隻錶的造工很帥 這隻錶有些手感 這個背霧面的F7 讓大家看看究竟多重 這個月上的背霧面 175克 所以整隻錶有些手感 尺寸上面也屬於大小小小 它的直徑是41英 1英的直徑 那我量一下是否 41英的錶徑 厚度 就是13.6mm的厚度 13.5mm的厚度 脫脫就是48 如果你問我整隻錶 我要挑剔它的位置 就是稍為厚了一點點 如果它在13之內 就更加適合 稍為厚了一點點 我自己覺得是13.5mm的厚度 所以整隻錶帶在其他的位置 性價比值很高 這隻手錶很漂亮 要有Open Heart 月上 指針日力 動力儲能顯示 藍寶石玻璃錶面 再加上背舞面 非常之少 坊間要有這幾樣東西的手錶 還要性價比值高 我試試戴上手錶給大家看看 這隻錶的建議零售價多少錢呢 戴上了14.8cm的手腕 感覺很棒 再加上在光的折射下 看到背殼的紋路呈現 很漂亮 每天戴著這隻錶 如果你真的上班 出街 一看到時間 個人的心情也比較漂亮 好了 豬仔推介 多少錢呢 這隻 Oren Star的 Mechanic Foon Face 的背舞面 建議零售價呢 就是12,880 我先看一看 確認一次 我看完我都忘記了 建議零售價 12,880 那外面大概在賣 也挺貴的 12,900 然後1000多元 歐羅 是的 好了 豬仔推介 多少錢呢 7,080 7,080 那喜歡這隻錶的錶迷 就可以WhatsApp給豬仔 也可以 打給豬仔也可以 告訴我你喜歡這手錶 想在佐敦怎麼拿 還是賴之閣怎麼拿 豬仔有兩隻現貨 沒有很多 有兩隻現貨 這隻 悶面面 背舞面 好了 喜歡這隻錶的錶迷 就可以給個讚讚豬仔 每天都很努力 介紹不同類型的手錶給你們 如果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鈴仔 訂閱 好嗎 因為你的支持 就是豬仔最大的動力 介紹更多好錶給大家 7,080 對 7,080 一隻 ORANCE STAR automatic 希望你喜歡我的推介 拜拜